我外公之所以走上白石先生这条路 是因为一个跛脚道人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 全国大面积干旱 那年外公年满十六 家里已经断粮半个月了 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我不知道当时是种怎么样的局面 但听外公说 那时候他们基本都是吃红薯活下来的 因为红薯这种农作物不矫情 好养活 可以说在那几年 红薯就活了我国数以百万的百姓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红薯吃 虽然吃的胃酸直冒 但好歹能有饱腹感 到最后红薯没了 大家连红薯精红薯液都不放过 直到把成片的红薯地 能吃的都吃光吃秃 到最后实在没东西可以吃了怎么办呢 大家又开始在地里捡鸟屎 把捡来的鸟屎放在磨盘上磨碎 有条件的会在锅里炒一下 没条件的直接就给吃了 那玩意儿吃到嘴里苦涩涩的 很多人都是就着水吃 有些年纪小的孩子吃的枝干藕 还会被长辈通骂一顿 甚至大打出手 不过这其中也有运气好的人 在地里捡鸟屎 有时候会意外扒出来红薯 不过这些红薯 大多是已经过了季节 甚至嗷烂了的红薯 散发着酸气臭气 但它们还是如获珍宝 一点也不敢浪费狼吞虎咽 你以为这就是最艰苦的时候了吗 当然不 后来连鸟屎都捡不到了 也是人没了 地荒了 鸟哪里还能找到吃的呢 等到鸟屎都捡不到了的时候 大家开始吃植物 在后面植物吃完了 大家又开始吃土 真的是吃土 不过我们老家叫观音土 为什么叫观音土 因为这种土救了很多人的命 虽是死物 却有着比金神佛的慈悲 所以大家都叫它观音土 当然 这种土吃多了也不好 因为它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 会在胃里膨胀 大人少吃一点 还能承受得住 孩子那是万不能吃的 当时外公家已经断粮半个月了 父母和大一点的孩子 还能随便吃点东西 可弟弟妹妹还小 哪能吃这些东西 外公没办法 实在不忍心看着弟弟妹妹挨饿 于是趁着父母外出找吃的 把家里最后一把稻穀 熬了粥 给弟弟妹妹喝 说是粥 其实就是一碗清水 只有碗底堆着一点米粒 父母回来发现后 痛不欲生 因为那把稻穀 是他们家下一计的种子 虽然当时情况很困难 可有种子就代表有希望 而外公无疑是 打破了他们一家的希望 父母并没有打骂外公 而是给他收拾东西 让他连夜离开 去外面讨生活 父母跟外公说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今天你先走 过几天 你那些兄弟姊妹 都会一个个地走 留在家里只会饿死 在外面讨生活 说不定还能活下去 于是 外公背着包袱 喝了家乡 最后一碗水 一个人在夜色中离开了 外公也不知去了 反正就是 选定了一个方向一直走 从夜里走到天亮 只是那个年代 讨生活哪有那么容易 外公连续几天都没能找到吃的 就连原本入眼可见的树皮 树叶 甚至是草根 都被吃了个一干二净 外公最后实在撑不住 倒在了路上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了的时候 面前慢悠悠走过了一个 跛脚道人 那个跛脚道人 煮着拐 从怀里拿出一把黄豆 喂给了外公 而外公 也因为那把黄豆 捡回了一条命 在那个年代 跛脚道人的那把黄豆 算得上是天大的安晴 外公当即跪地败谢 并表示自己 愿意跟在他身边 做牛 做马 报答 其实当时外公是存了心思的 眼前这老道 虽然是个瘸子 但就凭他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拿出来一把黄豆 也能看出来 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因为当时的人都饿疯了 哪里还会考虑离道德 见你有吃的 先抢了再说 再者又是个瘸子 就好像一个两岁的孩子 拿着金砖招摇过世一样 很难不让人心动 但这老道 好像一点也不在乎 要么是人善 要么是人不简单 总之不管哪样 自己跟着他 都不会被饿死 那跛脚道人 听了外公的话 嘿嘿一笑 你这娃子倒也机灵 正好我手底下 缺个跑腿打砸的 给我个三个头 叫生师父 以后就跟着我吧 外公听了 一点也不带犹豫 碰碰碰 磕了三个响头 叫了生师父 外公磕碗头 四周的难民 你看我我看你 也都开始磕头叫师父 跛脚道人瞬间落下脸说 你们他娘的 有的年纪比我还大 老胳膊老腿能干吗 老子是要找个 能伺候我的徒弟 不是找你们这群祖宗的 跛脚道人说完 一个还算年轻的男人说 您老人家看看我 我可有劲了 经常给俺家婆娘 折腾的凹叫 您老人家要是不嫌弃 停停停 你的娘的胡咧咧什么呢 老道我 跛脚道人说着停顿了一下 又上下打量了一下那个男人 然后嘴里摁着点了点头 接着说 也罢 谁让老道我心善的 你叫什么名字 从今天起你也跟着我吧 不过不是弟子的身份 只能当个脚夫 你可愿意 那男人赶紧跪地磕头 俺叫大牛 俺愿意 眼见着跛脚道人又收了个人 几个妇女把本舅蓝绿的上衣敞得更开 原本麻木的眼神 看着跛脚道人竟然有了些许温情 俺们也愿意 谁知跛脚道人看也没看他们 滚滚滚 你们这群老娘们吓凑什么热闹 那几个妇女听跛脚道人拒绝 把衣服一紧 窃窃私语 俺看着瘸子不想杀好人 俺觉得也是 你瞧他 听人家说把媳妇折腾得凹叫 那眼珠子都绿了 呸 老不正经的 跛脚道人黑着脸听他们编排 倒不是他不想救济 而是根本就不过来 望着眼前毫无生气的难民 跛脚道人无奈叹了口气 突然 跛脚道人看了一眼东边 好像想到了什么 一嘴大黄牙扎个不停 呲牙笑着对那些难民说 上苍有好胜之德 老道我见不得你们受苦 给你们纸条明路 顺着往东走 那里有饭吃 跛脚道人本以为 自己这番话能引起轰动 结果没一个人附和 全都大眼瞪小眼的互相看着 直到有人怯生生的问 哪边真的有饭吃吗 你可别详俺们 跛脚道人轻咳两声说 当然了 信的就跟老道我走 不信的就留在这等死 说着向外公招了招手 徒儿咱们走 那时候虽然大家都饿得不行 但脑袋还算清楚 并没有因为跛脚道人的一句 有饭吃就盲目过去 毕竟谁也不知道 这所谓的东边到底有多远 待在原地上 且能苟活几日 可要是饿死在半路上 那真就得不偿失了 脖脚道人看那些难民 毫无动静 就告诉外公 徒儿 你以后可不敢学他们 任何时候你都要记住 希望是拼出来的 不是等来的 能等来的只有死亡 记住了吗 记住了师父 外公说 三个人就这样慢悠悠地向东边走去 那些难民看三人的身影越走越远 有些人终于坐不住了 拉上婆娘孩子也跟了上去 人群中嘈杂了一会儿 有人说 那瘸子虽然不像杀好人 但咱们留在这也只能等死 而且刚才 他喂给那孩子的一把黄豆 是实打实的 安可看见了 黄等等的 各顶各的饱满 一看就是给城里那些当官的吃的 跟着他 说不定真能吃上一顿饱饭 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语的 剩下的人也都跟了上去 路上 脖脚道人拄着拐 走在中间 问大牛 大牛 你家里人呢 大牛低头有些伤感地说 半个月前 父母都饿死了 安怕婆娘和孩子也饿死 就把他们都给送人了 脖脚道人叹了口气 没再说话 师父 他们跟上来了 外公往身后看了一眼说 脖脚道人点点头 嗡了一声 外公想起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姊妹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是不是也都背井离乡 各自逃荒去了 也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吃上一口饭 想着想着 外公有些难过 问道 师父 东边真的有饭吃吗 脖脚道人敲了一下外公的脑袋说 你也不相信老子 外公揉着头说 不是不相信 他们人那么多 就算有吃的 又能够几个人吃 脖脚道人黑黑一笑说 放心吧 张才主家可是富裕得很啊 张才主 大牛突然叫了一声 俺勒个娘啊 爷 您老是打张才主家的主意呢 这可使不得呀 俺听说 张才主家可是有保安队的 天天吃白面膜膜 身体结实得很 而且保安队长还有羊枪 还有啊 俺还听说 光他家那狗都能咬死一头牛犊子了 就咱们这些人可打不过呀 谁说要打他们了 老道我是去给他解决麻烦事的 脖脚道人装作高深的说 天天有白面膜吃 能有啥麻烦事 外公嘟囔了一声 补出意外 脑门又被敲了一下 脖脚道人停下来对外公说 你小子既败入我门下 也算我俩有缘 你且记着 我们这行虽不能富贵一生 但在乱世混口饱饭 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师父 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外公迫不及待地问道 其实外公早就想问了 莫名其妙多了个师父 而且这师父看起来还极不靠谱 要不是因为救了自己一命 自己还真不敢就认了他这个便宜师父 也就是那时候 外公才知道这脖脚道人的来历 只是知道的并不多 脖脚道人只说了 自己原名张显忠 属地人士 自幼在道观长大 后游历四方 以给人办丧为生 很简短的一个自我介绍 但外公却总感觉 自己这便宜师父 又没有介绍的那么简单 好像他并不愿意过多提起自己的过去 外公和大牛 当时听脖脚道人说 自己游历四方 靠给人办丧为生后 感到十分疑惑 大牛更是说 这丧事有啥好办的 破席子卷卷 埋了不就完了 这不怪大牛 在大牛的认知里 破席卷卷给埋了 就算是有条件的人家了 顶天了有口博观 外公虽然不像大牛这么夯实 但也不太理解 都这年月了 谁家还有心思 去给一个死人操办丧礼 跛脚道人语气严肃地说 你们可不要小看这办丧 这里面的门道可多着呢 像诈师 定师 启师 饮师 这都是有说法的 包括清官改坟 因婚选配 靠的不是别人 都是执宾 丧事该怎么办 该遵循什么礼节 灵堂挂什么花 什么时辰适合上香 都有名堂 若是随便找个人办 一个不注意 说不定就会冲到死者 那麻烦可就大了 说顽博脚道人 又看向外公说 不过 为师跟寻常之兵并不一样 要知道 十里不同风 八里不同俗 大多数之兵 因为风俗受限 都是偏于异于 只能在一个地方做之兵 但为师是行走 全国各地 给人办丧 因此也被称作走兵 做我们这行 好处是到哪都有口饭吃 坏处是不仅要大胆心系 更要有过人的聪慧 和异于常人的知识储量 不能盲目办丧 否则跟当地风俗相悖 也是会出大问题的 外公后来跟我说 当时他并不明白 做走兵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只是听了跛脚道人一句 到哪都能有口饱饭吃 他动容了 下定决心 要跟着师傅 学好这办丧的手艺 不过这跛脚道人 确实没说瞎话 外公出师后 靠着办丧 娶了媳妇生了娃 还给家里盖了砖头房 只是相应的 他也付出了很多 经常不在家 全国各地跑伙伴 遇到过许许多多棘手的丧事 好几次都差点没能回来 直到退休 他的双腿 还是常年处在浮肿状态 要么说 跛脚道人 收了外公做徒弟呢 外公也就是聪明 听跛脚道人说完 立马联想起方才提到的张才主 于是问道 师父 那咱们去给张才主家解决麻烦事 那是不是张才主家死人了 跛脚道人看向外公 满意地点点头说 没错 而且还是一桩大买卖 大牛兴兴问道 有多大 外公这时候接过话插说 能让后面的人都能吃饱饭那么大 跛脚道人看着外公是越看越满意 好小子 为师果真没看错你 这次跟着为师好好学 看为师是如何处理这桩大买卖的 言罢 三人又开始继续赶路 因为跛脚道人说要在日落前赶到 不然会出大麻烦 所以这一路上 除了大牛怕跛脚道人 为着说要背着他 结果挨了一拐杖外 谁都没有再说话 就这么紧赶慢赶 终于在日落前 一行三人来到了张家村 张家村要听名字 大家还以为这个村里的人都姓张呢 其实不是 这个村里只有张才主一家才姓张 其他姓氏的人都只是张才主家的农工 说白了 张家村不是因为姓张的人多才叫张家村 而是因为张才主姓张才叫了张家村 由此可见 张才主家在当地是有多大的地位 看到这有人可能会问 当年不是斗地主打豪身吗 怎么张才主家还能有这么高的地位 我告诉大家 你们要是这么想可就片面了 因为这个问题 我也曾问过外公 外公说 所谓的斗地主打豪身 那都是抓些小鱼小侠当典范 真正的地主豪身 哪是一般人能动得了的 张才主虽然算不上什么特别大的地主豪身 但当时天高皇帝远的 谁又能斗得过他 更别提他手里还养着一批民兵了 而且那个年代 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艰苦 三年自然灾害 对于穷人来说是灾害 但对于富人来说 他们就是开了上帝视角的看客 别看那时候特殊 但有钱人也不少 特别是那种网上书几代 都是豪身的大家庭 更是富得留有 张才主家就是属于这么一种 刚到张家村 外公就听到里面传出的哀式唆声 随即大牛抽了抽鼻子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指着村里狂喜道 爷 小叔 白面膜膜的香气 大牛口中的小叔就是外公 一开始外公觉得别扭 大牛跟自己父亲年纪差不多 长得又壮实 叫自己一个毛头小子小叔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后面还是跛脚道人对外公说 他这声小叔你受得起 于是外公这才接下了大牛的这声小叔 出血 这才哪到哪 还没吃上 你就满足了 跛脚道人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这时候外公指着村口两个人影说 师父 他们有枪 外公看到村口有两个人背着羊枪 好像是在站岗 他们应该就是大牛所说的保安队了 那个年代 但凡有点家点的人家 都会养一个保安队 因为人被恶疯了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养个保安队也是为了震慑那些难民 不然那么多难民乌泱泱的涌进来 不管你是地主还是豪身 都能给你抢得一干二净 跛脚道人摆摆手说 无妨 你们在这等着为师去交涉一番 说着 跛脚道人离了李身上破烂的道袍 竟只走向了村口站岗的那两人 外公和大牛也不知道 跛脚道人能不能交涉好 毕竟看他们的样子 可不像什么好惹的主 果不其然 没一会儿 跛脚道人就颠巴颠巴地回来了 怎么了师父 外公问道 跛脚道人有些运怒 手里的拐杖狠狠敲了地面几下说 他娘的老子的活竟然被别人截胡了 其实这也怪不得跛脚道人生气 因为在支宾这行 尤其是走宾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一丧不用二回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这一个丧事 不能用两个白氏先生 除了这个外 还有一层含义 是说一个丧事 不能办两回 这也是后来外公跟我说的 他说走宾是靠脚吃饭 通常去到一个地方 会提前找好生意 并在当地住上一段时间 这个所谓的生意 就是将死之人 做走宾 最重要的一项技能 就是要知道怎么找生意 不然你本事再大 找不到生意做 也是白搭 而我们走宾找生意 这里就需要用到 以观 二文 三相问 这里的观指的是观气 一般的走宾观的是人气 比如我们常说的 印堂发黑 死气沉沉 这些都跟我们自身的气有关 我们自身的气 能反映出我们的身体健康 以及安危存亡 有些走宾通过观人气 就能知道 哪个人命不久矣 然后会打听好 这个人的家庭住址 以及家庭情况 最后等这人将死之时 主动上门表明身份招揽业务 而厉害一点的走宾 观的是地气 何为地气 说简单点 就是地域之气 地始之气 人有人气 地有地气 这里就要涉及到风水一说 地气可以反映出 一个地方的风水好坏 同时也决定 住在附近人们的人生发展 甚至是寿命长短 大家不要觉得玄乎 这是很好理解 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人们肯定会身体健康长寿 而一个满是工业污染的地方 住在那里的人们 自然身体不会多好 经常患病 因为环境的好坏 也会影响当地地气的好坏 外公说 他这辈子见过观气 最厉害的走兵 就是他师父跛脚道人了 走在路上 只需随意扫一眼 就知道这个镇上 有没有将死之人 这二文指的是文气 文什么气 文药气 这里就需要走兵 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 那个年代 人们基本都是喝中药 而且中药渣会泼在门口 让行人踩踏 寓意带走病气 而走兵就需要 从这些药渣中文出来 这是什么方子 治什么病 从而推理出 这个患病的人 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活 最后一个相问 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靠嘴巴问 问什么 问当地有没有将死之人 问当地的丧葬礼仪 问当地的风俗规矩等等 大家不要觉得 这最后的问简单 恰恰相反 它是最难的 因为你一陌生人 上来向人家 问那么多古丽古怪的问题 人家肯定都避之不及 谁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有些脾气不好的 甚至还会直接拧你滚蛋 很多走兵半步转行 都是折在了这最后一个问上 这个问 很讲究为人处事和说话的一术 走兵之所以要提前 在将死之人当地住上一段时间 最主要的就是要问 要了解当地风俗 当然 这里面还一个原因 就是给这单生意做标记 至于为什么要做标记 就是怕这单生意 中途被人截胡 毕竟提前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 突然来了个同行给截胡了 这放谁身上 谁不生气 通常走兵都会在将死之人家门口附近做标记 有的是在树枝挂断白筹 有的是在门边插上一朵白菊花 门派不同 标记也不同 而脖脚道人传给我外公的标记法 是白纸叠的仙鹤 无论是走兵还是当地之兵 看到这白鹤就会知道 这桩生意已经有人盯上了 这是白石行当里不成文的规矩 如果谁要再截胡这桩生意 那是会被行当里的人唾弃的 脖脚道人给外公解释完 外公这才发现 这白石行当里的水可一点也不浅 于是问道 师父 会不会是你做的标记 别人没看到 脖脚道人摇头说 不会的 我们走兵做标记 不会只做一处 通常都是五六处 甚至十几处就是为了确保同行能够看到 只是不知道这个同行是走兵还是当地之兵 俺觉得应该是当地之兵 大牛接着说 爷 小叔 你们想啊 咱们是外来人 到人家地盘做生意 那不是抢人家饭吃吗 俺娘活着的时候就跟俺说过 打人钱财就相当于杀人家爹娘 你想啊 您都要杀他爹娘了 他咋可能还看着嘞 你个笨货 老子啥时候要杀他爹娘了 脖脚道人给了大牛一拐子 外公倒是觉得大牛说的有道理 强龙鸭不过地头蛇 更何况又是这个年月 本来饭就不多 还管什么道德不道德的 再说了 是人都会死 总不能你每家每户都做标记 每家每户有人死了 都得必须是你去操办吧 这不合逻辑 不过后面外公听了脖脚道人的解释才知道 走兵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久待 通常办完一次丧 就会赶往下一个地点 这也是为了确保当地之兵能存活下去 而且办完丧 主家给的钱还要拿出三分之一给当地之兵 作为别人让路的泄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走兵和当地之兵之间并不存在恶性竞争关系 只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 对方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可就难说了 眼看天渐渐黑了 外公问脖脚道人 师父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脖脚道人扎了扎嘴巴说 大牛 你在这等着那些难民 把他们嫌安蹲下来 喝娃子 只我外公跟着我 为师不信 今天还进不去了 大牛有些愁愁 咽着口水扭扭腻腻地说 爷 那白面磨磨 脖脚道人用拐处了大牛几下 滚滚滚 多大点出息 待会儿让你吃个够 好累耶 大牛笑的脸上都能开出花来 搓搓手就准备去招呼那些难民 外公跟着脖脚道人又走向村口站岗的那两人 说不出那是假的 毕竟人家手里那玩意儿可不是面团捏的 实打实的羊枪 一个子打在脑袋上 那可就是碗口大的洞 脖脚道人倒是毫不在意的样子 只是刚走到村口就被那两人拦下来 怎么又是你个死瘸子 哟 还带个小脚花子 你以为冒充张才主家亲戚来奔丧就能混口饭吃了 这次又准备冒充谁 外公听那两人说完 盯着脖脚道人没说话 脖脚道人老脸一红 咳嗽两声说 托儿为何这般盯着为师 为师可没说瞎话 他张才主姓张 为师也姓张 五百年前怎么就不可能是一家了 外公对脖脚道人这番解释 说的也是没脾气 谁让自己摊上这不靠谱的师父了呢 赶紧滚 再也不滚老子毙了你 其中一人晃晃背上的羊枪说 脖脚道人似乎一点也不畏惧那人背上的枪 冷哼一声说 好大的口气 便是张才主 他也不敢当着我的面说这话 你们倒是威风的紧 那两人见脖脚道人不吃这套 上来就要推脏 这时从他们后面传来声音说 怎么了 让你们站岗 推推嗓嗓的像什么话 那人语气有些不悦 站岗的两人 瞬间跟泄了气的啤酒似的 点头哈腰道 董家 是这死瘸子 非说是您家远房亲戚 来给老祖母奔丧 那人抬头打量了一下脖脚道人 接着看了外公几眼 笑道 哦 我怎么不知道我家有什么远房亲戚 那两人赶紧说 这死瘸子就是来骗吃骗喝的 我们已经赶走一次了 这次又来了 还带了个小叫花子 外公也看了看那人 这应该就是张才主了 他身上穿着绸枝的衣裳 头上戴着地主帽 手指上还套了个大鱼扳纸 地主豪身的姿态一路无遗 脖脚道人呵呵笑道 这亲戚嘛 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我们师徒二人这次来 主要是想跟张才主结个善缘 张才主转着眼珠子 在思考跛脚道人的话 一时之间他也拿不准 这一老一少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 这些天他已经赶走了好几批 冒充自己远方亲戚的难民 他们被赶走的时候 都下鬼磕头求口饭吃 而这一老一少却跟他们不一样 尤其室内瘸子 看起来年纪苍老拉里拉遢的 但眼睛里一点也没有那种 难民的惊慌和麻木 张才主搓着下巴的胡须想了想 接着朝站岗的两人白白手说 让他们进来 外公听到这句话 内心欣喜不已 好像看到了白面膜膜 在向自己招手 可接下来就听张才主接着说 正好还缺俩哭丧的 张才主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妙 自己虽然吃不透这一老一少二人 但也不可能白白让他们混饭吃 之所以让他们进来 这一来嘛 如果那瘸子真有本事 用一顿饭结个善缘 倒是划算得很 这二来嘛 如果这俩人只是骗吃骗喝 那肯定得付出点什么 正好让他们给老祖母 哭个几天丧 知道自己家的饭 可不是白吃的 毕竟自己叫张才主 可不是叫张善人 张才主如是想着 然后把跛脚道人和外公 领进了村子里 进了村子 外公这才发现 这村子可还真不小 大概有个五六十户人家 方才在外面 只能听到丧事的唢呐 等进了村子 家家户户门头 都挂着白金碗花 颇有点举村哀悼的意思 外公瞥了张才主一眼 心想 日本鬼子都投降了 你一个地主豪身 还贼心不死 做着土皇帝的美梦 像这种人就应该拉到天安门 当着人民群众的面去枪毙 不过心里骂归骂 当闻到空中 蒸白面磨磨的香气后 外公还是忍不住 咽了咽口水 张才主的家在村子的正中心 高门阔院 门前还搭了个高台 大概三五个人 在上面鼓着塞帮子 吹着哀乐 建了院子 里面人很多 有的在搭棚子 有的在刷盘子 估计这些都是村里人 见到张才主 个个点头哈腰叫东家 来到堂屋 那里是亭林的地方 北方农村 亭林基本都是在堂屋 堂屋地面铺里层卖街草 侍者的尸体放置在上面 几个宗亲一边烧纸一边枯 只是这枯声在外公听来 多少有点敷衍了 张才主带着跛脚道人和外公 来到堂屋 刚要介绍 就见跛脚道人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顿时嚎啕大哭 一边哭 一边还喊道 老嫂子哀 睁开眼哀 宁哭哀 跛脚道人 哭得不仅声音大 还富有节奏 一时间 连那些本来还在哭的宗亲 都停了下来 因为这么一笔 显得他们这些做晚辈的 也太不实诚了 外公被跛脚道人 这番操作给吓了一跳 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 琢磨了片刻 也跪了下来哭 一开始外公哭不出来 后来想着父母和兄弟姊妹 也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了 想着想着 外公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哗哗直流 这一老一哨悲气的哭声 给这场丧事增添了许多肃穆感 这一哭 就是哭了俩钟头 到最后 外公实在是没劲了 眼泪怎么都挤不出来 干脆就哼哼 而跛脚道人 则是靠在门板上假妹 时不时突然嚎上两句 然后继续假妹 然后再嚎上两句 不过张财主那些宗亲 倒是没说什么 估计也是吵了他们俩小时 巴不得这爷俩能消停点 入夜的时候 张财主 差人给跛脚道人和外公 送来了四个白面嬷嬷 外公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接过来就是狼吞虎咽 而跛脚道人 却好像对那白面嬷嬷 提不起一点兴趣 嘴里还嘟囔着 这他娘子也太小气了 汪老头子 我毫了那么久 外公三下五出二 就把那俩白面嬷嬷 炫进了肚子里 似乎觉得意犹未尽 舔着嘴边的面屑 砸把个不停 跛脚道人见了 将手里的馒头丢了一个过去 外公当然不肯要 但还是拗不过跛脚道人 结果他却没吃 而是揣进了兜里 跛脚道人看着外公 外公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留着给大牛吃 你小子 跛脚道人说着 看了看筹沫般的夜色道 估计今晚咱也俩的守灵闹 守灵 外公喃喃道 接着才发现 四下已经无人 张财主那些宗亲说去吃晚饭 结果到现在 一个都没回来 院子里的那些帮工 也都离开了 懦大的院子 只有大门敞开着 时不时有风吹过 将堂污点的白蜡烛 吹得左摇右晃 吹得外公心里毛毛的 下意识慢慢挪动双膝 想要远离逝者 跛脚道人看了外公一眼说 怎么 害怕了 外公虽然不想承认 但还是点点头说 有点 瞧你这怂打 老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都敢跟死人睡觉了 放你身上 还不得吓得尿裤子 跛脚道人没好气地说 外公背训得不敢吭声 跛脚道人似乎觉得 自己有些严重了 看了看外公 以为身长地说 和娃子你记着 死人没什么可怕的 将来你要面对更多的死人 有的甚至连个完整的身体都没有 而我们作为走兵 这些都是必须要经历的 但不管什么时候 干我们这行 只要把事合理给做到位了 那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可要是做不到位 不仅会害了主家 还会害了自己 甚至或连三代 外公将跛脚道人的话 谨记心中 郑重地点头 说自己知道了 本来那晚 外公都做好要守灵的准备了 结果没多大会儿 门外传来几个人的说话声 接着就见张才主和几个宗卿 带着一个身穿道袍的男人 走了进来 外公打量着那个男人 而跛脚道人 只是抬抬眼皮 扫了一下 接着又闭着眼睛 靠在门板上假妹了起来 外公从张才主的谈话中听出来 他叫罗道人 应该就是他 结了师父的胡 罗道人进来 先是看了跛脚道人和外公一眼 当他看到跛脚道人身上 破旧的道袍时 眼神里似乎有些敌意 张才主道也是个玲珑人 知道罗道人在担心什么 笑着解释说 他们是我请来给老祖母哭丧的 罗道人听了张才主的解释 神色这才缓和了些 边走边点头说 张才主一片孝心 使者摘天有灵 必定会庇佑子孙后代的 张才主听到这话很是受用 接着说 罗道人 这里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布置的 你看哪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罗道人打量了一圈说 没什么不妥的木坑呢 挖好了吗 张才主点头说 按照你的吩咐 入夜石开石挖 现在差不多已经挖好了 当跛脚道人听到张才主说 木坑挖好了的时候 突然睁开了眼睛 但很快又闭上了 罗道人点点头说 好 先带我去看一下木坑 雪人以下方位 今晚就不要安排人守灵了 贫道我亲自来守 也算宋使者最后一程 张才主听完 又是一番感谢的话 接着领着众人就出去了 坏了坏了 这下麻烦大唠 众人走后 跛脚道人睁开眼睛 缓缓说道 外公问道 怎么了师父 跛脚道人望着众人离开的方向说 为师来之前了解过 当地有个习俗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坑提前挖好了 可没有萝卜躺进去 这怕是会出事例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个萝卜就代表使者 木坑已经挖好了 可使者今天却不下葬 这明显有为当地丧葬规矩 做白氏先生 最重要 也是必须要遵守的 就是当地丧葬礼仪和风俗规矩 有些东西你放在南方管用 可拿到北方来就不顶用了 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外公感到不解 问道 师父 那为啥你不告诉他 做错了呢 跛脚道人回答说 还记得为师之前跟你说 一丧不能二回吧 外公点头说 记得 跛脚道人接着说 一个丧事 不能用两个白氏先生 就是怕互相拆台 如果为师现在指出来 那为师就是拆他台 等他搞不定的时候 为师再出来解决麻烦 那为师就能取代他 他也不会心生怨言 可那要是师父 您解决不了呢 外公突然问道 跛脚道人 还可以笑说 解决不了跑呗 反正这丧事他办的 跟咱有什么关系 今天的故事 暂且说到这里 后续还有一集 喜欢这个故事的 请点击片尾画面 继续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